好,各位同學,玩玩 一看到背後的書架的場景就知道我回到寶庫 我的書庫來了 那今天因為 很多帳單要繳啦 都已經快要過期了,我就趕快到台中來 反正已經沒有什麼急迫性的東西了 趕快回來把帳單繳一繳 水電瓦斯費這樣子 順便呢 入寶3 然後呢 找一點書 因為我前面同學問了一些問題 我剛好利用回來繳水電費的 瓦斯費的時間 把書庫裡面的書 找到同學有問到的 我順便來做一個講解 這樣比較有教育意涵 我們不能老是靠打屁 雖然說 我很會 我很會打屁 我很會 拉迪賽 很會東扯西扯 但是我們要有一點實在的東西 不然老是搞黃老次數 這樣子 好 那當然今天按照進度是 The Leadership Secrets of Colin Powell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呢 講之前先回答一下同學的問題 那同學前一個問題有提到 這兩本書 那我一向不會腐爛啦 我講說我有一本 有沒有看到這本乳黃色的皮 這本我在敦煌書局買的 快 快裂開了 我要黏了 1993年 7月30號 在台邊買的 那有沒有看 有看 而且我看的蠻仔細的 有同學看到我 以前還會畫一下 塗一下顏色 後來我覺得 塗顏色對書的傷害蠻大 我就不塗了 我是愛書人士 這樣子 這本 童年貼比較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 這本書多了一個 三角形上面寫 Noon 表示他增定過 他這個兩個共同作者 William Strunk Jr. 然後呢 他有跟 Ebi White 兩個人 第四版 他有寫 with revision and introduction and a chapter on writing 他真的很多增加了很多东西 有重新里面增加新的篇幅进去 然后里面有告诉你怎么写错 这个还没有 这本还没有 所以我说我有两本我没有唬烂 要不要看 我当然看过啊 我怎么会没有看过 我当然看过 怎么我也没看过 他可以当工具书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但你要对这些文法的词汇很了解 你才有办法利用后面的索引来查 但因为内容 大概 就是轻薄短小 但是很实在很实用 在这边推荐给同学 同学要上这种的 欢迎刚凶和无 刚刚已经有同学续约了 继续上课了 刚刚安排好 那这种课 交给我就对了啦 不要再听江湖郎中了啦 这个 没有错啦 卖高要是很动听啦 但你把自己搞的病况越来越严重 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子 好 这是第一本 另外一本 我说我有 我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说美国的大学 排行榜第一名 所有的大学 是这两本 其中的一本 那如果是长春藤名校 大概有八所 我原来记错十几所 其实是八所 全部集中在新一个 新一个栏地区 这样子 包含大家耳熟能详的 Harvard Cornel Columbia Brown 好像还有一个Dotmus 还有 类似这样的学校 包含了 U-Pen 宾州大学等等 全全红红红 哈不拉拉加起来 大概八所 这些都是Ivy League 所谓的 私立的长春藤名校 在美国的东北部 新英格兰地区 那他名列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或是你翻成共和国 叫Republic 第二名是这个 我又核对了一下 果然他的大标题是这个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下面还没有完 还有一个Remaking of World 果然是Samuel Huntington 这本是我看过 我没有在唬乱 我在台大买的 不是台大里面 台大那附近 很接近台大 那我相信台大没有人看得懂 这一本啊 我讲真的看懂 真的看懂 我就稍微 那这本书 曾经 被Georgetown的某一个 博雅学院里面某一个教授 当成读书会 的网路读书会 那我是 我是海外的召集人 那个时候 的一个固定的 在网路上 大家群组 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 在群组里面讨论这本书 跟不同国家的学生 讨论这本书 我相信这本书 现在还受用 为什么 同学可以看一下塔利班 可以看到中东国家 它就是一个文明 冲突 基督教 西方的基督教的文明 属于民主的这个基督教的文明 跟 属于塔利班 这种比较激进的 回教 圣战 或者是神学式的这种 比较 比基本教义派 还要再激进的这种 回教的 很传统的 这种文明 跟信仰的冲突开始了 这里面讲的很详细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 Samuel Huntington 所以 这是一个新的冲突的开始 世界秩序将要重新的被打乱 这样子 所以我建议这本书 如果同学想要开这本书上课 我可以讲胸口笔啊 或者台大的教授 什么杨永明啊那些的 你想要来上课 我们可以来讨论啊 我不相信你看得懂 是不叫杨永明啊 我不知道 那同学也看到我今天用了这种麦克风 好像耳朵比较不会塞住 比较难过 我是试用啦 不知道音效好不好 如果音效不好 我会 明天把它调回用耳机 同学可以 用耳麦 同学可以 事情再比较看看 因为我很少用这种麦克风 但买了不用觉得蛮浪费的啦 这个也要 一千多块 蛮贵的 一千多块对我来讲蛮贵的 一千多块可以吃一个礼拜 千万不要开玩笑 那这个是我昨天的录的 傅政诚我问你 你招募招的很好吧 我好像对管人士的蛮有意见的 也许是我的偏见了 这样子 也蛮受欢迎的 有很多同学问了很多问题 有些是老生常谈 像这个 Clara Jenner她问了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 很详细的讲过一次了 她又问我只好再回答一次了 这个已经重复回答好几次了 有一个同学问 请问老师文法课程有分基础或进阶 有基础跟进阶 那同学如果像之前的代同学 他说我要从零开始打掉重练 我跟他再三确认过 他说要打掉重练 所以我就从基础文法班开始上 但如果同学有一定的基础了 不想从零开始 也可以从进阶开始 都可以 这个费用一模一样嘛 不会说进阶比较贵 不会 我都是定价 那你如果有推荐 有 救生推荐 或者是说你有 两个人以上 团报 我就可以给你直接打折 如果都没有 直接上课就是 实体课程700块一个小时 线上课程 我一概打折 线上课程就是给你打折 就是600 这样子 似乎只干过同学上基础文法课程 不知课程是否有搭配的课本或教材 没有搭配的课本或教材 因为课程 都是我自己手写的 那 教材就是直接拿书来看 你要看这本 Samuel Huntington的书拿来做 文法结构的分析也可以 这样子 那同学要注意 我们上文法课 不是拿来 做 黄老字数的清谈 之用 是要拿来做 直接写 直接读 我们不做文法 文法不是拿来茶余饭后 大家在聊天 拿来聊天的 啊那个应该是 接动词才对 那个不是动名词 不是拿来聊天的 国内的文法 半瓶水的都是拿来聊天 他自己写不出来 那个就会变成悬叉幼学派广读学派 那你想要这样 我相信九成的人口是这样子啊 那我只要顾那一成的人口就好了 我不会去跟玄插又过不去啦 毕竟德高望重 我们也要尊师重道啦 我只要顾那一成愿意跟我学的就好了 另外九成 高兴怎么学就怎么学我 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不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马上 把 陈叉明的 金钟奖就颁给我了 颁给我也没用 那个又不能换钱 我缺钱又不缺奖 所以没有搭配的课本或教材 所有的课本或教材都是实体书 把我交给你的东西拿来看实体书或你直接写 看到Molly Monjat 他说第一次看到大师头发那么长 有吗 我看还好啊 因为我不敢去理发 怕得了 Covid 22 这样子 那这个 属于免疫学家 或是这些 比较不是怪异乱神的 他其实有听到我讲的 Antigenic Shift 的这个问题 我如果没记错 我之前有一集有讲 Antigenic Shift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冠病毒的 这种RNA的病毒 它会找不同的宿主 不见得是人 动物 所以之前讲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蝙蝠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有可能 Covid 19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精英序列里面做改变之后 它不能够直接从实验室里面放出来 它要转几个宿主船 越多越好 因为你去看 以我对Antigenic Shift的了解 如果那个蝙蝠有得 一种蝙蝠的流感 或是其他的病毒 在他本身的身上已经有病毒 找他的身体里面的细胞当宿主 新冠病毒进去原始武汉租的 两个就会变成结合和为一在MUTATE 然后呢 有人可能跑去买蝙蝠了 因为大陆人是吃蝙蝠的 有一些省份是把蝙蝠烤来吃的 炖来吃都有 他买回家吃了 那个蝙蝠的病毒就跟人接触 找到人的宿主 不是全部的RNA的病毒都那么厉害 是他会优胜裂败 跟达尔文族一样 有一些不能够进入到人的人体里面去的 从蝙蝠身上进不来的 就淘汰掉了 就死掉了 总有一两个特别厉害的 他会跑进来 跑到人的身上就完成了第一次的 宿主转移 所以又可以形成一次MUTATE 再从人身上传到其他人身上 那会不会有我之前讲的 各种不同的病毒包含流感 合在一起再MUTATE 它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大 那个速度很快 所以说不要开玩笑 我不敢去理髮 因为你理髮一定要脫口罩 这样子 而且我又不是去给那种 什么发型设计 我都是去百元礼法里 他可能不会把你的礼法的法具再消毒 再用酒精再重新拆开消毒 可能不会 所以我被迫先不要礼法 第一次看到大师头发那么长 突然觉得长发的大师好像扭成哲 扭成哲不是被判刑了吗 他其实跟我同年啊 他比我大半岁而已 那以前我们在玉校就专门看扭成哲演的电影 什么小臂的故事啊 因为那种类似军教片啊 我们时常看这种片子 那我发觉说我的演技 在那个年纪我应该演的比较好 怎么没人来找我演 哈哈哈哈 毫无演技 哈哈哈哈 好 这个这个大家开玩笑啊 就笑一笑 薄君亦笑啦 那扭成哲 长发的扭成哲应该跟我不像啊 我我人类长得都很像啊 那同学有时候都会认错人 可能又觉得说 诶我跟扭成哲很像啊 隔一阵子又发现 我跟另外一个人又很像啊 这样子 不知道带同学有没有当大师的面 将悬叉右的书丢进垃圾桶 不需要啦 因为我们爱书人士 不管什么书 尽量 都不要去破坏那个书啊 这样子 以表痛改前非与其势不两立的决心 你在杀共肥啊 哈哈 悬叉右又不是共肥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痛改前非 因为戴的口罩很难看得出他痛改前非的表情 这样子 但是带同学既然能够说到做到 约好了就立刻赶来上课 表示说他已经是行动派的很值得鼓励的 这种行动派的人士 比每天在那边哭作冥想不付出行动的人已经强出千百倍了 这样子 这个祝 NPja 大师好 那有个新同学 一個是Clara Jenner 她說老師請問你梳理這兩句話對嗎 這個已經問了好幾次了 怎麼又問一次 有英文母語人士說這兩句話是錯的 不要管英文母語人士 因為母語人士會用不會講 會用不會去講解 文法的內容 我們一般對於英語母語人士的文法觀念 是很搖頭的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 一般你試驗上看得到的文法 是grammar 我是syntax 所以如果這個人是grammar很厲害的專家 他叫做grammarian 叫文法學家 那我已經到了 syntactician syntactician是指 句法學家 我前面有講句法學家的高度跟文法 學家的高度 中間隔了十萬八千里 如果句法學家是大學生的話 文法學家只是小學生 所以我們時常看到文法學家胡說八道亂講 但我們跟他又語言不通 不是同一個語言的 那種物種 所以 我很少去跟文法學家做溝通的 那同學如果覺得說 你到了文法學家的階層 你覺得不對那就不對 因為我也不會怎麼樣 這樣子 那你覺得對 那也就對 我也不會加薪或是忽然金鐘獎頒給我 也不會我還是原來的我 所以我不在乎 同學覺得對或者不對 那通常同學有疑問的句子 我會看多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確實老眼昏花會看錯 但這是觀念問題啦 如果字沒有打錯的話 應該這兩個句子 我認為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從句法學的角度來看 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且 能寫出我這樣句子的人都算頂尖 以全球來講 都算頂尖的 所謂的行家 那你要是看這個句子有錯 表示你是門外漢 哈哈 不管你的國籍是什麼 這樣子 那也很正常啦 我其實早就習慣 這不是同學第一次問 我記得我說 我為什麼會把這兩個句子的用法 這是我故意造的句子 寫到書裡面 因為是有同學在上課的時候問到 我跟他講這是 所謂的House關係副詞 他不表口同 那我也沒辦法在課堂上跟他講太多 我就把他寫到書裡面寫給他看 這樣子 所以他是很多人很多人問 但我並不會刻意的去要求說 同學一定要相信我的 你信就信 你覺得對你就信 你覺得不對你就 你就當他不對嘛 這樣子 對我來講沒有什麼 但我檢查完沒有問題 以我的專業度沒有問題 那同學說是母語人士 我在美國的時候是教母語人士文法跟寫作 大學生喔 所以我不會唬爛 好 這兩個同學自己看 我相信Clara Janet她有看懂 她說謝謝 這樣不客氣 好 好 那我們就要回到今天的單元 前面講到90頁 也就是說 追尋一個組織的任務跟他的機會 他的契機 我們不會自動覺醒的 人們多半要產生悲劇 這種 絕對的破壞 絕對的 徹底的瓦解 才會 去 反省 我說老邱不見棺材不掉淚 其實也是相同的看法 就是一定要看到棺材了才會掉眼淚 你不看到棺材是不會掉眼淚的 這個那句話就是 The crash for mission and moment can grow out of a catastrophe 是這個意思一樣 一定要碰到大災難 大毀滅 徹底的毀滅 才會覺悟 才會覺得說 我們要找到我們的mission跟 我們的契機 我們的契機 Or far better It can grow out of a culture of relentless problem 如果你不要去搞不見棺材不掉淚這種 下等人才做的事情 你應該要培養出那種無情的去 挖掘真相的這樣的文化 跟習慣 組織才不會 一路 到 無藥可救 獄火鳳凰重生死過一次才會再復活 這樣子 所以他講 A culture of probing truth telling and disorganizing discovers the catastrophe before it happens 這個叫做 與其亡羊捕牢不如 預作防範 在事情和事發生之前預作防範 那你要怎麼預作防範 就是靠著 追求真相 講實話 跟 打掉重練的這種文化 才能夠 在悲劇發生之前 先防範 而不是悲劇 災難發生後 再來懊悔 再來亡羊捕牢 這樣子 and more positively it on earth lookative new opportunities new niches new products new relations new services 那更正向一點的來講 你要去挖掘真相 講實話等等 可以 讓你 找到 on earth這個字用的很好 是說你一直挖一直挖 終於挖到寶了 出土了 lookative new opportunities 可以為你帶來 很大很大的好處 的新機會 那個lookative不見得是 金錢上的 獲益 也許是 非物質的 這樣子 有可能是物質上的 也可能是非物質上的 精神上的 新的機會 new niches 新的利基 new products 新的產品 new relationships 新的所謂的關係 new services 新的服務 神 south Som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commercial and brand breakthroughs think Schwab FedEx Walmart CNN, Body Shop, Nokia, Palm, Nike, AOL, Time Warner, and many others were driven by leaders who were tenaciously prepared to break through the surface of conventional wisdom in the industry who were inward disorganizers 从历史上来看 很多很多让人很印象深刻的商业上的或者是品牌上的突破瓶颈 都是由那些很执着准备好坚持准备好去打破突破 那种属于传统智慧的表象 在产业里面 什么叫conventional wisdom 就是古传秘方 传统大家以前古早都这样做 我们就照做 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 这种表象要把它打破 我讲过很多了 那种外交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那种从清朝到现在都不变的 这样子 或者是教育部那种死人骨头的东西 我前面也讲过 我不想再讲了 国防部就不要提了 那种 还在义和团的那种搞法 那有 国外的 在美军服务过的人 说我们的训练在70年代 我的看法是不到70年代 连韩战都不如 因为他可能观察是观察我们的训练方式 不要忘了 所有的训练方式是来自于你的大脑 这些人的大脑还在 骑老虎的那个 我之前讲的那个汤玉玲骑老虎 热和省省主席 或是黑龙江省省主席 1931年那个万福林 还在那一套军阀的搞法 心态完全没有转 那个观念 死脑袋关完全没有转 你的心态还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义和团心态 再给你好的装备 给你再好的准则 你还是用古法练制在搞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说 有了新武器新装备 就赢了 难道义和团没有新武器新装备吗 那那些洋枪大炮是假的 是脑袋瓜有问题吗 不是 有没有洋枪大炮的问题吧 是你会不会把大炮拿来当枪用 是这个样子吗 或是枪不会用觉得太 雷醉了 子弹打不出来 缺乏训练 把枪丢一边又拿大刀对了 又拿大刀出来搞大刀对了 我们现在就这个样子 人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 报纸讲的这个 在美军服役过的 他不了解国军的脑袋瓜 还在八国联军那个时候 他讲说还在70年代 是因为装备还在70年代 大脑 大脑还在1900年 所以这些人他是 打破所有的 这种 传统的智慧 古有名讯的这种传统要打破 这些人才能够创造出商业跟品牌上的突破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公司大企业 比如说Shop 是一个投资银行公司 理财公司 Fedex不用讲了 这种类似使命必达的快递 Walmart零售业龙头 CNN大家最喜欢的 新闻媒体 Body Shop 媒体小铺 Nokia 诺基亚 Palm 香皂吧 Nike 大家穿着球鞋 篮球最多 AOL 这种Time Warner 可能是 AOL跟 那个时代 华纳合并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这些 企业界的商业界的品牌突破 都是由那些能够打破具有传统 科救思维的这些领导人 创造出来的 他们能够打破传统的表象 往里面钻 那这些人 一言以蔽之 就是所谓的disorganizers 就是那种 打掉重练的 主棋式的人 的先锋 这样子 我们现在没有disorganizer 你看台面上的这些恐龙化石 我讲恐龙化石不是说年纪很大 我讲过 攀插中比我大几岁而已 你看到那个恐龙的样子 我都怀疑是不是那个埃及法老王的那个 哈哈哈哈 在死瓜里面冒出来的哦这样子 summary 好他做了一个摘要 总结的摘要 有效率的领导人 了解 去 哦 否定 表象的真实 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要 拥抱 接受 潜藏的真实 也就是说 有一种叫表象的真实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表层那一面 有一种是 就是 蕴含在 哦 内部的 潜藏的 潜在的事实 有效的领导人了解到 阳气掉表象的真实 而去拥抱 所谓的内韵 内含在表象下面的 深藏 的 真实 的这个重要性 不是光看表面 哦这样子 也就是不要做表面功夫 要去探究真相 这个重要性 是被所有的 有效率的领导人 所了解的 他知道这个很重要 This is a key success ingredient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成功要素 唯有靠 往下钻 钻破表象 领导人才有能力去 明察秋毫 哦 了解真相 而且呢 塑造出一个组织的计划 去 剥化 出组织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基于新的事实 不是你表象看到的 旧有的那一套 苛求 好这样子 an unwillingness to face up to reality and an eagerness to protect the status quo or usually reflections of complacency 不愿意去面对事实 不愿意去面对真相 或者呢 一头热的想要去保护现况 去维护现况 通常都是一种 自得意满的反射 反应出的是你自得意满 这样子 或是躲在舒适圈里面 自己在同温层里面取暖 觉得很爽 自嗨自爽 自得意满 自满 是一个成长的敌人 你只要自满 自得意满 你就不会成长 最好的领导人 他要对抗自得意满 要对抗自满 那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disorganizers 就是所谓的 打掉重练的先锋 这些人 他并不会去惧怕 要把事情搞定 shake things up 是说那些看起来丑陋不堪 不忍足堵 臭不可闻的事情 他们不会害怕去揭露 整顿 而且呢 找出好的方法来做事情 不要再因循古法 这段讲得太好 Powell有讲过 领导人必须要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什么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然后呢 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会接着再问第二个问题 不假思索 立刻问第二个问题 我应该要做什么 我能够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才能有所改变 这样子 不能音循苟且 and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compelled people to look below the surface 这两个问题 就是 迫使人们要 把头 钻破表面 往里面看的驱动力 这两个问题呢 反映出了责任 反映出了 连结 而且呢 最后 反映出了你的领导统育能力 好 92月就是一个浓缩版 我们讲完今天大概就大功告成 34分钟 我今天时间控的蛮好 控制蛮好 POWER PRINCIPLES NUMBER ONE BE A DISORGANIZER 第一个就是开中民语讲 你要做打掉重电的先锋 这样的一个人物 Wage war on smartness and arrogance never stop doubting and challenging challenge habits and conventional wisdom always look for a better way to develop alternatives and better paths be the organization's primary agent for change 要向赤满跟高傲宣战 千万不要停止怀疑跟质疑 永远都要质疑 永远都要去挑战 要去挑战什么呢 挑战一些漏息 挑战一些千古流传不变的这种科救 这种古法要挑战 而且呢 你要总是一直不断的要找寻 最好的 不是最好 比较好的方案 替代方案 找比较好的方式去研发 去计划出替代方案 不要只有一条路 此路不通 就没办法 你要找出很多替代道路 此路不通 有别的路可以走 那个叫 alternative替代方案 还有 比较好的道路 这条路也许通 但是不好走 那我要走好走的路 那不要跟老奖一样 跟那个杜宇明猪头一样 黄埔一起的 去横渡野人山了 你是吃错药还是嗑药 要我的话 杜宇明敢跟我讲横渡野人山 我当然赏他两巴掌 你给我清醒一点 这样子 你要成为组织里面 改变的 那个最重要的推手 primary agent 就是促成 他达成的重要的人 推手 这句话还讲得不错 不要光看表面 那个face value就是 面值 表面的价值 你不要表面上看到什么 你就听别人讲什么 你就接受了 照单全收了 好像看到表象 你就照单全收了 当方 pray to the alluring descriptions of the peacock strong maintain a healthy dose of skepticism often things are not as as they appear do a gut check always dig beneath the surface 不要成为 不要落入 那种诱人的 孔雀王朝的 这种 诈述 为什么叫诈述 alluring description就是 很诱人的描述 哎呀 我们兵强马壮啊 我们啊 这种 又是空中分裂士 F14 又是地面阅兵 又是游行 军容壮盛 你看多棒 这种叫做 骗术 杀术 peacock strong 就是1980年代中叶 初期 colum paul到 伊朗的巴勒尔王朝去看 看到的那个假象 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圈套 那个for pray to 就是变成猎物了 变成这个 这些人的猎物了 中了他们的祭了 maintain a healthy dose of skepticism 你要保有一个健全的一个怀疑主义 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个适量的怀疑 不能过量啦 过量就要去看病了 你的怀疑论要有一定的比例 不能看到什么东西都照到安全之后 看到任何事情一定要先想 那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他是不是 有令人觉得起人疑斗的地方 始终都要存有怀疑论 就像我看到老邱 第一次看到他 我就知道这个人 要小心一点 好 说